圣经里面最后一卷书 启示录 是在主后95年左右所写的 记载了许多奥秘 预言 都跟世界末日将要发生的事有关 千百年来 许多人都想解开启示录的奥秘 预测末日何时会临到 令人惊讶的是 预言之中 向七间教会所发出的七封书信 竟然跟两千年来 教会的经历和发展不谋而合 不禁令人发问 到底今天的你和我 是跟哪一封信的预言有关呢 古今中外 有许多的学者专家都同意 第一封写给以佛所教会的信 里面描述的情况和教导 正好跟第一世纪初期的教会情况很相似 而随后两千年来 每一封信 仿佛都配合着某一段时期信读的需要而写 从没有间断过 这个那么令人费解的谜 令无数人对启示录的七个教会 产生很大的兴趣 恩语之声的设置队 专程从加拿大来到土耳其 先后到访过昔日五间教会的所在地 上一集我们到访过古代萨迪的军事学院 而附近呢 我们听闻有一间大约两千年前的教会建筑 可能淹没在这一座著名的遗迹之中 到底是不是真的呢 如果有 即是证明当年历史上 真的在萨迪有过一群基督徒 其实录写给萨迪教会的信 就更真实可靠了 能不能想象 1970年 他们在探索这些地方 来扩托这些大块的石头 至少每个的石头 我保证你 是4-5公斤 是4-5公斤 就是4-5公斤 前几乎 是4-5公斤 是4-5公斤 你看到的尾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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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是大幅大 它們切成一片在山上 給它一個小形的形式 然後振動它 然後振動它 and then they put it to its right place and then they start carving it it must take ages to make such an enormous and heavy stone like this and giving this form each of these stones we estimate about ten tons 萨迪古城除了商业繁盛之外 其中一样这里的人民都是供奉希腊多神的 居文这一座山的后面就是希腊的天神宙斯 和九神出生的地方 而在我后面这里你可以见到许多的圆柱 就是当年亚西亚人最多供奉的亚迪米女神的神庙 大家可以想象一下这一间神庙也是相当的宏伟 这些圆柱每一根也有差不多是20米高 而它的圆周是2.6米 土耳其文化及旅游部专员 带领设置队去找寻神庙同一地点之内 可能有的一间第一世纪最早期的基督教会 我们来到这里 但是有一点令人感激 感到怀疑 当他们建设这个圆柱 可能最多的石头 你会看到的玛丽的石头 是从城堂去清洗 建设这个圆柱 可能是从第三世纪 而不是从第一世纪 还是从第二世纪 这样是不是真的有萨迪教会呢 我们又能否找到呢 虽然研究人员都没有一致的答案 但是我们却找到另外一处的废墟 从材料到设计 都表现出第一世纪的风格 这个地方 我们知道 他们使用了石头 从温柱的石头 从温柱 它没有关系 跟墓 完全分别 在建设设计 是一世纪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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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底 这是否当年的萨迪教会 我们就留待考古学家去证实吧 而圣经启示录的提醒 到今天仍然跟你我有关 写给萨迪的信里面 提醒历代历世的人 不要空有外在的好行为 名声 而欠缺内力真诚爱神爱人的信心 当我们去了解第六间教会 《非拉铁飞》的时候 发现信的内容 跟历史再一次有着奇妙的关联 《非拉铁飞》这个字呢 字意来说是指爱弟兄的意思 如果用我们近代的 譬如美国有一个城市 叫做Philadelphia 就是从这个字的意思 引申出来的 从地理来说 是一个很辽阔 很广阔的平原 所以心胸呢很广阔 它不是一个军事港 它是一个文化港 是一个文化的成译 主耶稣称赞他们 真正遵守了教训 基督是圣洁的神 非拉铁飞教会 也都是过着圣洁的生活 这一位主耶稣基督的这个形象 是一位圣洁的真理的主 而他呢 也握着大卫的钥匙 大卫是君王 他的钥匙就是君王的权柄 即是国度的权柄 这个时候呢 也都表示啊 在世界里面福音的广传 神呢 把福音广传的钥匙交给他 而且第二个名词是说啊 我给你一个敞开的门 敞开的门呢 就在他的面前 是这个可以将神的爱呢 输送出去 到了1517年呢 当时有一位年轻传道人的出现 这一位就是马丁路德 真的好像有一个敞开的门呢 有一条大卫的钥匙在他们的手里面 把神的话语带出去一样 因为福音呢 被重新更正之后 所以有许多传道人兴起 有许多啊 很著名的传道人 就在那个时间 影响了整个世界的工作 今天呢 我们从菲拉底菲教会里面呢 能够明白一件事 我们需要 对神有一个敞开的心 让神的爱充满我们 让我们成为一条流通的管子 这个生命的活水 当我们去领受的时候 就会输送出去 许多历史学家和圣经学者认为 如果用启示录期间教会 去对照人类历史的发展 针对菲拉铁菲教会发出的教导 就跟十六世纪 马丁路德宗教改革 直至十八世纪的种种现象 非常之吻合 加上其余五间教会 五封书信 都全部很奇妙地在历史上应验了 这个 有没有可能只是纯粹巧合那么简单呢 而最值得我们细心思考的 如果这一个一个预言是真实的话 那么今天我和你 就正式身处在最后的第七间教会的时期 也即是末世的时期 到底 耶稣基督写给第七间教会老底家 当中有什么我们要留心的信息呢? 要了解老底家书信的这个谜 安语之声设置队来到老底家的遗迹 由于考古工程仍在进行当中 一切的拍摄都可能会被禁止 当我们向考古厂负责的教授表明来意之后 竟然得到他热情的款待 这个第一个水池系统 这个是核池系统 最后的提供 最后的提供 这都是核池系统 有2个水池系统 这个鸡内的提供 这个时代的人来说都是非常重要,但现代的人就比较幸福,特别在大城市,我们扭开水龙头就有热水,也可以有冷水,但是古代的人有没有水就很在乎他们周边的地理环境了。 老底家古城其实地理环境非常好,因为是在山丘之上,好像半山区一样,土地又非常肥沃,唯独有一件事,这个城市的水质不是太好,不过他们又很聪明,他们用他们智慧和技术把南端雪山上的水,特别在春夏季溶雪的时候把水引进来。 圣经启示录特别去形容,老底家教会就好像不冷不热的水,究竟除了地理环境之外,当中还有些什么意思呢? 这个是一个西面丑,一个西面的西面丑,但因为对于水藏在上来的水涂会开拓伴到这里,它会有一种不同的形容, 它会登掉整的西面丑,能形成大气,然后确实的形容,尤其是在这里的情况下,也会看到这个来的最佳水分比较越多。 这里是老底嘉城外的热泉 由于泉水含高度的矿物质 将山石也矿化成好像棉花那么雪白 所以有棉花堡垒的美运 热泉也是罗马时期军官贵胄退休的地方 甚至他们死后也会安葬在这里 所以面前这一座一座小房屋 其实是古罗马时期的墓穴 所以这一座一座一座小房屋 这一座一座小房屋 其实是古罗马时期的墓穴 这座小房屋是一座小房屋 我们叫它一座房屋 一座房屋是一座房屋 一座房屋是一座房屋 的主人 主人和妻 我们有这座房屋的名字 这里面是一座房屋 一座房屋是一座房屋 which has one, two, three laying tables and when they were burying them they lay the body on the table and after that they close the entrance and this is the women who looked after the children and this over here is the babies who died on their birth and in here you can find a lot of little bones 在这个富裕的城市里面 有钱的罗马人喜欢为自己建造精致的墓穴 显示身份和地位 而对于生前的享受当然是更注重了 但是很奇怪 启示录写给老底家的信里面 指出在创造主的眼中 他们却是困苦、可怜、贫穷、瞎眼、赤身的 更奇怪的是 老底家已享有独特的暖水而远近驰名 因为这里临近热泉 加上从山上引进冰水 输送到城里混合成为暖水 但是耶稣基督却借用老底家人 自豪的暖水去责备他们 假如人类历史真是依从七封教会书信所预言 这样耶稣基督这些信息 对身处末世的你我 就十分重要了 这个老底家教会我们叫它为末后时代的教会 这个教会有些什么特别的地方呢 这个老底家教会就是物质丰富 不冷不热 甚至信仰也都丰富 但它能否守住却是另一回事 是不冷不热 一个教会同样是 如果它对主的心是不冷不热的 你说它很热心又不是 你说冷淡又不是 即使可有可无 马马虎虎得过切过的样子 耶稣基督在这里发出一个警告 他说你要买些眼药水擦擦眼睛 看清楚自己的光景 好好的穿一件白衣 能够真正有一个好的行为 而且要我们悔改 如果不然好像主耶稣喝了一口温水 把它吐了出来一样 对于一个信仰 我们需要对它有尾声 那是说我接受主耶稣基督的时候 我就愿意全心全意地去跟随 而且是一生一世地去跟随 假如我们严谨客观地去研读这七封书信 以及整本启示录 就会稀奇当中有许多论及末世的事情 的确跟今天的社会很相似 而对老底家教会的劝导 我们又能够领略到多少呢 今天我们这个时代是否有很多惧怕呢 我们看到一只鸟一只鸡也会惊怕 是否禽流感 我们乘飞机啊 旁边的人啊不断地打喷嚏啊 咳嗽啊 我们很害怕 不知是否SARS 再加上环境的破坏 到处是打仗和打仗的风声 瘟疫啊地震啊 连海中波浪的声音呢都是荒荒不定 耶稣基督说到 在末日的时代 地上的邦国有困苦 听到海中啊 波浪的声音呢会荒荒不定 其输入给我们是一个希望的信息 这个希望呢 使一方面在我们现今活着的现实社会里面 带给我们一个突破 带给我们啊 能够冲破困难的力量 我们一样会遇到癌症 一样会被人裁员 一样有撞车 一样会有这些事情 但是在这些人生的困难里面呢 这一个力量能支持我们继续地往前走 耶稣基督他说呢 我来呢是要带给你生命 并且得着一个更丰盛的生命 他首先呢给我们在现今的时候 有一个实在的生命 而且是一个很充实很丰盛的生命 而且会引导我们去到一个更加丰盛的生命 将来的盼望 是说到这个 神为我们预备了一个新的境界 新天新地会来临 神将会跟人类一起居住 会擦干人的眼泪 这就是启示录给我们最后的盼望 人类是否贪吃醉酒 为今生的事 而忘记永恒美善的价值呢 耶稣基督说 幕后神公义的审判 会突然之间来临 人是不应该再延误的 反而要把握今天 认识而且接受福音 恩语之声 制作千古奇迷之七教会之谜 是希望深入浅出的 为你带出一个盼望的信息 神的国度终会取缔 现今这一个被罪恶污染 不完美的世界 只要你愿意 新天新地 你我都可以有费 恩语之声 在各个地区都有一群 关心你的朋友 诚意希望能够跟你 更进一步认识启示录 盼望的信息 请不要迟疑 及时打电话来轻谈一下 或者上网 www.sobem.org留言吧 祂的佛独最伟大 祂的权平成将写 祂的荣耀不崇敬 我也赢祂的荣耀 天上的佛独最伟大 将写在世上 天国尽量 天上的佛独 将写在世上 天国尽量 优优独最伟大 优优独最伟大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